哈喽大家好 我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我昨天不是把那个HTC远古手机给折腾回来了 其实我发布了以后零观看 24小时零观看 估计大家也都不感兴趣 我就说一下我要用这个破手机要干嘛 这个破手机扩展那个屏幕就是那个监视器还有提示器 这个我上上一个视频已经说过了 这个破手机也可以做到 但是这个破手机因为系统有点古老 它是安卓原始是安卓2.3的系统 现在刷机以后应该是变成安卓4.04的系统 但是因为经常大家估计也遇到过 就是你下载一个就是安装包APK文件 你打开的时候它说是解析错误 这个就是因为它软件本身不支持太低版本的安卓系统 其实不是你手机的问题 它就是软件已经不支持了 你想要使用的话你就必须得下载那种旧版本 就假如我今天要说的这个监控软件吧 我下的它就是历史版本就是旧版本 新版本的话它就安装不上解析包错误 我试过了 和那个安装微信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就今天把这个手机给折探一下 现在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把这个手机当一个户外监控 每次看我可以看看窗外户外的风景 我现在就把这个手机放到户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手机 为什么我拴了一个铁丝呢 因为我要把它拴到窗上 因为我这高层 万一风吹的把手机摔下去砸死一个人 这我就倒霉了 它只要吹的掉下去 我这个铁丝就会把它拉住 这个铁丝就会把它拉住 至少砸不到人就行 好了 我去那耍一下 放一下 稍等一会儿 OK 我又回来了 现在这不就是 我躲远点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我在窗外的 我没事看我可以看看风景 那不是那停的我的车 我也能看到我的车 我在那监控的我的车 看一下有没有人砸我的车 虽然是一个破QQ 这挺好玩的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粘到你猫眼上面 然后有人敲门了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你别放到你家门外 放到门外的话 人家直接给你包走了 那不是白搭了 我现在是连接着这个WiFi 它也可以从远程连接 但是你得建立那个端口转发 去你的路由器上 这个我也没弄过 我也不会去远程观看 我也就在家里边玩一玩 但是它这个功能都有 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设置 然后怎么设置一下 好的 我现在在手机上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这个图标 IP摄像头 大家记住这个图标 在商店搜索的时候 就主要是这个图标 其他的不是 其他的估计也有这样的功能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挨着试一试哪个可以 我的话就是下载这个 打开谷歌商店 然后在这输入 这不是IP camera 然后第一个就是我已经安装了 记住这个作者 这个还有一个专业版 专业版的可以去广告 但是咱们主要是旧手机利用嘛 所以说也不需要 正好给大家个五星好评 打开这个软件以后 这不是底下它有点广告 无所谓 先设置一下 点击这个视频设置 第一个是视频录制 这个视频录制的话 它就是让你设置一些这些东西 我基本上设置的很少 视频比特率 它这个默认是9兆每秒 我选的是18.75 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手机 不是我那个远古的HTC手机 这是我乐视的那个E Pro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还好一点 所以说我设置这个比特率设置成2500的了 这个太大的话 你那个路由器传输数据有些卡顿 不要设多了 按自己的手机的性能来说吧 像这些60分钟 它就是录制的时候就是60分钟一段60分钟一段 这么保存的 这个是主相机 这不是前置摄像机 主相机 这个就可以来回切换 视频分辨率的话 我这个手机可以选1920x1080的 但是我用这个分辨率的话 真是太卡了 我的路由器性能太差 照片的话你可以选最大 照片保存位置 这些你都可以自己设置一下 这个视频质量选的高一点 选到最高就行了 要不然看不清楚 按你的性能来说吧 就像我那个远古HTC手机 我就是默认的 录制方向横屏 这可以改成竖屏 可以上下颠倒 镜像颠倒之类的 你可以设置一下 这个就是帧率 我一般就是默认的 它这个30 帧率是对焦模式 什么啥的都是默认就行了 还有这些你可以 它可设置的很多 你可以设置你的日期 时间出 啥的东西都可以 都可以在上面设置 这个就是设置这个 家庭监控用 假如你监控你的汽车的话 你汽车附近没有人走动 它就不会开始录像 如果有的话 它就开始录像 这就和那个 现在网上卖的那种 网络监控摄像头是一样的 都可以达到 你就可以把手机改装成这个 这个是本地端口 这个你可以设设置 我那个远古手机就是默认的8080 这个我改成1024了 它这个端口就是1024到65536 随便 我就改成最小的了 像这个吧 就是可以 我没研究过 因为我也不想 从外网访问我自己的局 我就没有设置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设置一下 也很简单 这个获取专业版 去广告的 无水印的 这不是它上面写了 然后打开这个APP 滑到最后就是开启 点击这个开启服务器 它就开启服务器了 然后你看 这里你可以看到 远古 我那个HTC远古手机 它就只有HTTP 那一个 一个地址 像我这个乐视手机吧 它有三个访问地址 IPv4有两个 HTTP和HTTPS 然后IPv6 也有地址 你在外边放置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操作 然后把屏幕挑按 伪装就是你把那个 那是啥 就是你这个正在录制 这个伪装成些浏览器了 之类的 复制IP到剪贴板 你直接复制IP到剪贴板 就可以了 发送 你自己手输一下 也没多少 这不就 这就有了 这个还效果好一点 因为这个手机配置 比我那个原路手机高多了 至少就没逃time至少 好了这个使用就很简单 按ip camera下载一下 它不用设置 它就是汉语的 所以说大家也不存在什么英文 看不懂啥的 它也可以在网页打开 给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浏览器 输入地址192.168.1.104 然后输入端口8080 回车 英文的这个冒号 不要打成中文 然后回车 你打开那个APP以后 它就会显示你的这个地址 好几个打开以后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这录制 其实它还是录制到你手机上面了 因为这个是免费软件 它有那个水印 收费版本的没有水印 主要是玩一下 你可以保持 保持自动对焦 然后点赞浏览器 它就打开了 看见没 这就打开了 这个因为我手机太太古老了 然后这个离的我窗户离这个路由器也太远了 所以说看见画面有点卡 其实大家好多人都是非常好的手机就不用了 像我这 换手机太少 所以说旧手机都是太远古了 然后可以变焦 手机好的话 你像这些路牌都可以看清楚 我这手机不行 我试一下 变焦两倍 没反应 看见没大了一点 手机实在不行 还是变回来了 还是一倍吧 正常视角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小一下 还有这些就是高级设置 就是夜间监视 夜间曝光 视频分辨率 我调的小 因为路由器也是老路由器的 把TP-Link的 这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所以我都不开打 还有这些运动模式 都可以做到一般 微信聊天 用这个手机摄像头的话 你得去这 摄像头适配器 把这个安装上 就可以微信使用了 在这个聊天驱动 这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这地方 就是一些其他的高级说明 点一下可以查看 在OBS里边直接VLC串流的时候 他就说了是这个 必须后边加斜杠 还有这个 这个就相当于 获取最新一帧 这就相当于是拍照了吧 然后这是声音对焦 然后这不是通过WiFi之外的网络访问 就是我说的那个端口转发 大家可以去 其实他 其实人家已经都交的你很明白了 也就不需要我啰嗦 这不是VLC播放器 VLC这个播放器 媒体播放器 我也是经常看国外的一些人们做视频 人家播放器就是用这个 然后我也就下了一个这个 其实挺好用的 我去换到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就可以打开 然后点击媒体 打开网络串流 然后这就是地址 他有时候会变 今天这个地址是104 然后8080 然后这个斜杠 video 你必须打上 才能在这个网络串流里边打开 点击播放 看见没有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我 我这个手机录到的 大家看到了吧 然后我现在关闭它 关闭它以后 我是不是就演示OBS的时候 就会被 看不到呀 大家 我看 我一切就切 切没了 我就在就在这添加吧 现在反正也是桌面 我现在让它关闭域了 然后添加一个VLC 视频源 点击确定 然后添加 添加路径 我这个是HTT 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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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视频源就打开了 然后我开启一下预览 看到没 这就是我现在手机的视频源 把它放到窗户外边 然后就可以看风景 这个是audio.w 这个是传输音频 其他的大家研究一下就可以 你不用VLC播放企业信 你直接在网页打开 192.168.104.8080 英文的冒号8080 你就可以打开 然后这还能切换前置摄像头 它模糊的话 你就把这个保持自动对焦打上 它就会稍微清楚一点 不过大家的手机哪怕旧手机 你看现在清楚了 它反应太慢 大家的旧手机肯定要比我这个缘故手机要好 所以说这个还是值得一玩的 然后这个APK文件的话 我把我旧版本的到时候 反正你可以去谷歌商店下载 如果是实在不能用的话 给我留言 然后我把旧版本的 看是否有人需要 估计也没有人使用像我这么缘故的手机吧 应该大家都可以安装 都可以安装的 我这个手机主要是太缘故 所以我必须找旧版本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再上传 不然上传没人要也是白浪费 估计我这一共每次有十来个观看 也不会有人需要的 总结一下旧手机可以用来干嘛 首先对我来说 最大的好玩的就是我现在这种 把它放到窗户外面看看外面的风景 第二个就是可以当智能猫眼 你把手机弄到你家的猫眼 大门猫眼上面就可以 第三个你可以 你如果是在楼下停车的话 你可以也放到对着你的车 也没事可以看一看 反正经常上网的人像咱们就在电脑屏幕 第四个就是我前两天做那个视频 扩展手机屏幕 当一个监视器 第五个就是 第五个就是当那个提词器 手机当那个提词器 最后你还可以当 第六个吧 第六个你还可以当电脑的摄像头使用 也不需要像我这样买这个摄像头了 我当初还没研究会 现在找到这个方法 但是已经买下了 就用这个吧 至少我买的这个 还比我这个手机清楚点 我这个手机太差劲了 第七个可以当新设计录仪 不过这个得一直充电 我研究 我前两天想的是 直接把那个手机 手机充电器 直接给他手机供电 然后开机 最后找到方法就是 把那个电池 废旧电池 把那个不能用的话 把那个电池上边有那个 电池保护板 把那个拆下来 然后把那个充电器直接接好 然后充电 它就会一直 它就会一直充电的 但是 但是那个比较危险 我把那个电池 干坏以后 直接就 摸火 摸烟 着火 这个有点危险 大家不要尝试 所以我不推荐这个 也不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弄不好 会可以家里带来火灾的 好了 今天 视频就说到这儿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留言 我基本上 天天会上网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话 我都会上网的 然后你留言我也会第一时间看到 就会回复你 大家对于我这个折腾 远古手机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留言 是否值得 我又花了17块钱买了一块电池 行了 拜拜 记得给我点一下订阅 觉得好的话就转发一下 下次再见 隔篩 隔篩差五根 隔篩差五根 我们下期再见